这位老人是范家的母亲徐智英 其实五岁高龄的他 今天来到第三条解释 是为了他的小儿子 我儿子双眼瞎 现在我特务的 徐智英的小儿子今年五十岁 现在他双目失明 生活不能自理 身体 你叫尿毒症尿叫什么呢 透析 每周还要透析去啊 每周接一天去 接一天就得透析一回 姐姐范女士表示 弟弟是因为糖尿病 并发症导致的失明 这两年一直是由母亲照顾 姐姐和弟媳妇也是尽力帮忙 姐姐范女士说 弟弟每周需要透析三次 之前都是家人们在尽力照顾他 可是就在不久前 弟媳却因为工作的原因 无法继续照顾了 我都55了 明天我也该退休了 我身体也不怎么好 你家里那儿还一贪子事了 是啊 我也得过日子的呀 我管我也不能什么呀 姐姐说 自己和母亲两个人 照顾弟弟一段时间后 75岁的老母亲也病倒住院了 于是两个病人的重担 就全部压到了他一个人身上 这饭都给他做不了了 你就说买仙饼了 得给他煮的 因为我也没退休呢 我身体也不好 我也糖尿病 他还不说什么都能吃 因为他透析不是说像好人 是你吃饱了就透了 你吃油大了 油挂肠子 透不来 就去年我妈也住院 她也住院 给我累的 简直我都找不着 快找不着北了 我 姐姐说 家里这两个病人 都需要非常悉心地照顾 但自己的身体也不好 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 那你让那弟妹照顾他 他怎么说的 这不是夫妻吗 夫妻 就那天 我跟他上去 我说老太太管不了了 我说我上去找他上了 人家往里一层一三层 我就上去找他去了 我说这个老妈照顾不了他了 眼睛看不见也晕 实在不行了 我说不行 就让他上去得了 你们过得了就 让他搬出去搬回去 不是就搬他那套 搬他那套里去 姐姐如今希望 弟弟能够回到楼上自己家 和弟媳一起生活 可弟弟却似乎有些不情愿 他们俩在上海住 你俩你俩你俩婚 他不走 你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不走 不走就在 也就在我这吃饭 叫他走他不走啊 揍他揍不揍他 你不知道他怎么想 母亲徐志英表示 他曾多次提出 让儿子上楼和儿媳一起生活 可儿子却执意要住在母亲家 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上去 我说老太子凑不了他 我没人让他 他说不管了 一直都不管了 不管了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 我妈给他做不了饭 他吃完怎么办呀 让他上去 人家是一家子呀 您婆婆是想让您来 不管您丈夫是吗 我不管 姐姐说 在他和弟媳沟通的过程中 弟媳说出了这样的话 让他很是吃惊 听到弟媳的表态 姐姐很是生气 于是 他拨打了第三条解式的热线电话 你们要不问我都不说着 我没录音 回头他说我污蔑人家 真是这么说的 他要不说这 我也想不进来 我说那 我是这么说 我说你要这么说 你要不管 你要这么说 那你就搬不回来 他死了你也搬不回来了 是不是 那不是急了吗 就是话赶话了 死了你 那可这房不一定让你住了 你这意思 那你 他的房 那我妈换的房 是不是 那让你住 那你们三口子过去 是不是 对于弟媳的态度 大姐表示不能接受 我们也很是困惑 为什么弟媳不愿和丈夫一起生活呢 这个弟弟是什么态度 就是媳妇不管他 他没有个态度吗 要他那态度 好 我应该管他 你想 比如管 谁也有烦的时候 是不是 说两句什么话 不是这样 我应该管他 我跟他一卷 他觉得你应该管他 对 他没觉得媳妇应该管他 对对 孩子不应该管 人家都不应该 就我应该管 我妈应该管 你的弟弟是这么想 他是这么想 他是 他跟他姐姐一个血统 是一奶同胞吗 是啊 我 随便我养活他 你们现在也做不了 这个弟妹的工作 连话都没有 我都上去找他去了 那他说那话 你说我还怎么晚下说 你这边就是不管他 你有什么自己的顾虑 人家上他不关我 我也不管他 您需要他怎么管您呢 不是 他没事的时候 他都没管过我 他如果说现在需要您照顾 我没有义务 母亲说 儿子和儿媳关系 一直以来都不太好 姐姐也向我们透露了 自己的想法 您觉得弟弟跟弟媳妇关系怎么样 那肯定不好啊 你想离了婚了再复婚 有几个是好的 他要没有点兔头 谁复婚呢 那既然这关系这样了 为什么不选择 是离还是在一块呢 他没有选择 那这我不 那我就问他 他们俩离婚 连我妈都不知道 他离了婚了 我妈都不知道 不知道 你们离婚多久之后 复了婚 好像一个忘了 是一年了 姐姐告诉我们 弟弟和弟媳的婚变 母亲和自己 是很多年后才知道的 那么当初 弟弟和弟媳 是为什么离婚 又为什么复婚呢 刚结婚的时候 关系怎么样 你说 一般般 一般般 今儿到天我就哭了一顿 我就想来了 弟弟范先生说 刚刚结婚时 他们的夫妻感情还不错 可好景不长 没几年 他就被查出了糖尿病 我刚开始得病的时候 病特厉害 我说呢 我我我我得歇个遗憾 就那时候我开车一会儿 开车是老想躺着 白天干晚上干也干 我说我歇着我干不了 就急着跟我离婚 我说我不乐意 他的他的就说不离不成 我现在是得得罪了 我去什么玩儿的时候 他非要离婚 那你们离婚之后 您是在哪儿去住 租房 租房 复婚之后 你们分了房子 就跪住了吗 不是 从他都没在一起住 离婚之前 你们也不在一块儿住 范先生说 就在他被查出糖尿病之后 妻子就提出了离婚 但没过多久 妻子又来找他复婚了 那他跟您复婚 您就同意啊 我这看孩子面 孩子跟他呢 哪个白威 哪个租房路线 我看得太可怜 我跟他复婚的时候 我说复婚复婚吗 看孩子面 是不是 范先生我问你一问题啊 您是什么时候复婚的 离婚了 没有做人复婚了 大概是哪年 也就是离婚 有半年 当年就复婚了 您有跟您丈夫沟通过 她是有什么想法吗 沟通不了 没法沟通 具体是怎么个没法沟通 她不讲理 她只有她自己 她骂她都不管 范先生说 眼看着年幼的女儿 跟着妈妈在外面租房 自己很心疼 心一软 便同意了复婚 而姐姐说 弟妻之所以要复婚 完全是另有原因 这儿一开始分房了 她就上大队要房去了 人大队不给她 人大队不给 你离婚状态 你跟这儿就没关系了 你要什么房子呀 这么着说 你跟范婚说复婚 这么着 这么着 这么着付的婚 她要不要的房子 她要不付 据姐姐讲 就在弟弟离婚后不久 大队开始分房子 弟媳在咨询后得知 她只有和弟弟复婚 才有资格分房子 于是便提出了复婚 这两套房子是怎么来的 农村 九村改造 九村改造 我的老 我的祖爷来了 是因为您家人口多 买老的孩子 所以给两套房是吗 不是 那当然就是家庭补合吧 一套是您的 还有一套呢 其实这两套房子 让俺说都是我的 拿我的房换的 那现在是落谁名下了 现在落的 有一个落在我的名下 那个落在我儿子身上的 那当然我也不知道 他自个儿是填的表 马上现在已经继承事实了 对 那您照过儿子那时候 他是住您那儿吗 还是住自己那儿啊 他从搬的楼那儿去 他就没住过他的楼 他就跟我住着 那是媳妇也跟你住啊 没有 媳妇单在那儿住 对 拆迁分了两套房 102在母亲徐志英名下 302在儿子范先生名下 母亲说 自打搬进楼房 小儿子便一直跟自己住在102 儿媳和孙女则住在302 您说您照顾他们两个人 您是怎么照顾他们 您是要搬到这儿来一起住吗 不姐 我照顾完以后我回家呀 您是住在附近是吗 我就住在附近 就骑车没多会儿 然后您说您照顾他是怎么的 是您来一天给做三份饭还是怎样 我就给买半成品呗 你过来帮他们做一些家务 然后带来半成品 把半成品做成能吃的东西 是妈妈做这过程是吧 比如吧有时候我也在家 有时候我包饺子 我多包点 包一袋子我给拿了去 要不从家蒸点花卷我给拿了去 所以实际上就是比如您带来的这些方便食品 如果要是给他们热 热成能吃的东西是妈妈做 弟弟是做不了的对不对 所以其实是您要来了 您要照顾两个人 如果您要不在的话 妈妈还要照顾他 是这意思吗 对对 那这个儿媳妇也不说离花 就这么一直住着 有十年没有 那当然他合适啊 他娘们也不管 我还更蒙住 那你们 不拿房钱 他不是住着合适吗 母亲徐志英说 这样的日子 他们就相安无事地过了十年 直到某一天 儿媳竟然对他们破口大骂起来 他们的房子还没交钱呢 该你咋对的钱 4万多块钱 一人办公室啊 给他打电话 给他打电话说扣我儿子的钱 一月扣1,500 我就急了 扣我1,500 我说你怎么要扣小宝珠1,500 小宝珠 没有活的份就得死 人瞧不用得透析 他就瞧不起了 人头说扣他一半 扣他一半 扣他急了 扣他一五百他就急了 他就上了下 上了这屋子开个门 我妈很强的 别妈 别嚷嚷 就这么就这么了 那天当时那天晚上 这一天都不开了 母亲说 因为大队每月要扣儿媳500元的房钱 双方发生了正面冲突 儿媳一气之下 就不给婆婆和丈夫送饭 对丈夫也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 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 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那是范家的儿媳妇 梁女士欢迎您 您好 您今天有 50 其实已经说51了 看着挺年轻的 谢谢 怎么跟范先生结合以后还是有矛盾 不是还是有 就一直是有矛盾 一直就 对 复婚之前也有矛盾 离婚的时候是一直有矛盾 对 那为什么又选择复婚呢 喂房子喂孩子 这挺直爽的 就是啊 就是喂房子 对啊 儿媳妇女士快言快语 她坦言 当初选择复婚就是为了房子 为了孩子 那复婚了以后 你总得好好过呀 这不房子也有了吗 对啊 可是你丈夫一直住在你这个婆婆家 你没有照顾 而是婆婆照顾她 她没上来呀 她没上来 做就完了她就不上来了 她又上来呢 上来就过呗 就能照顾她 对啊 你早说呀 那会儿她是什么毛病都没有的 我也没必要照顾她 她应该照顾我 你俩才对呢 没毛病的时候也住妈妈那 她复婚 我们是2006年离的婚 王老师我复婚我旺时 是2008年是2009年复的婚 买完房子以后呢 装修男房子还就没上去 她那会儿还什么都能干呢 你觉得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不可理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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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不能沟通 沟通不了 讲不了道理 对对对对对 对于自己的丈夫 梁女士说 她只能用不可理喻来形容 她什么都不管 那我要她干嘛 要她摆着干嘛是 梁女士说 结婚后 丈夫对她和女儿 不管不顾 迫不得已 梁女士只好带着 三岁的女儿 外出打工 三岁的时候我在山上上班 一月三百块钱 她就不给我钱 那孩子呢 孩子我管一呐 我没让你吧 那你管 一月三百 她当时多少 她能三百都不少挣钱 有时候一天 那会儿你看 九九九年的话 我工资才三百块钱 她有时候一月多了 能一天就能挣一百多块钱 这就不一定啊 不一定天天这样 肯定要比我多 我要都不给我 梁女士表示 她当时带着孩子 生活非常困难 可丈夫却没有 给予他们任何的帮助 孩子说要交三百块钱的 补习费 跟她一样 就是不该 孩子哭着我打电话 妈你赶紧回来吧 我怎么了 哇哇哭啊 她是不喜欢闺女吗 她就是就认的钱 什么都不认的 亲情 爱情 友情 什么都没有 她也没有朋友 那您怎么卡着她的呀 你不就孙儿大了吗 那会儿 家里也反备 不同意 也许这就是命吧 梁女士说 丈夫一向视钱如命 对丈夫 她早已失望透顶 所以才果断选择了离婚 其实我早就想走 就是在等孩子 确实 我一人带 确实有困难 可是走了困难更多 首先那房子就是问题 为什么又回来了 我这实话是说 我为了给孩子 一个好环境 也是为了孩子 孩子喜欢的爸爸吗 没感情 为什么等到十岁 我才走啊 因为孩子十岁以后 就有权利选择跟父母 哪一方啊 之前我都问好了 我为什么离婚 我不会平白不过 我特别幸福 我就要离婚吧 不可能吧 要是您 您爷爷不会吧 因为我过得不幸福 我才离婚呢 这要求跟我儿子打离婚 都不是一年 都得二分年 把我儿子逼得没辙了 梁女士表示 如今他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女儿 他有跟你争孩子 付养全吗 不争不争 他就 马上就推出去 这推出去才好呢 你要跟着我 我得把孩子推着他 得仇死他呢 包括这个老太太 那您现在还跟他是在 复婚状态着吗 对啊 干嘛不离呢 那么离 他这种情况能离吗 如果他想到这步了 我就想没凑合着 把这日子 孩子 为了孩子不是 把孩子照顾好就得了 他你不找我 我找你茬就完了 其实他这样了 梁女士表示 自己本想和丈夫互不干涉 凑合着过日子 可没想到 丈夫的病情会这么的严重 他是怎么就这样了 吃饭不注意 糖尿病本身就应该是 自己特别注意吧 该忌口不忌口 该锻炼不锻炼 该吃药不吃药 因为这房 刚才我跟你说了嘛 这房要扣我的钱 那他不买的扣我的钱 到时候你们还帮我住 我得说清楚了吧 既然扣我的钱 是不是都不写我的 那些孩子都不成 那我还管你干嘛呀 这也就有一个月的时间 我不管了 梁女士说 自己是在得知 丈夫根本不愿意 把房子留给女儿后 才决定不再管丈夫 为什么要复婚 就是为孩子 为房子呀 为孩子什么呀 孩子有一个 好的环境成长 好吗 不好 所以为什么呀 就是为了有房子 有了吗 因为如果说 我没点资助的话 这孩子成长得更不好 我这有点助老 这个硬件环境 应该起码好一点 这只是我的培养教育问题 我说的有道理吗 所以一点道理都没有 没有 那您给我讲一个道理 所以您觉得 您满腔的怒火 对着这个男的 然后满腔的复仇的打算 也不一定 带着你的孩子 带着你的孩子 回到这个地方 而且你是女儿 对吧 对 你觉得对你女儿来说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 女性的榜样 你觉得如果以你 和你丈夫的这种婚姻 作为一个蓝本 你女儿以后 会缔造怎样的婚姻 所以我现在就告诉她呀 别像我似的 起不起作用是她的问题 是你的问题 孩子从父母那儿 学的东西 是耳濡目染的过程 可是我也不希望这样 谁不希望过得好吗 可是我没有办法 我不认为你希望过得好 那您可以走随便怎么说 因为像你这样的 这个过程 听上去 它不是一个好的过程 这个是我也不希望 梁女士表示 自己也不愿意 有这样的人生 更不愿意 女儿重蹈自己的覆辙 但她也无能为力 那复婚了 还过不到一块 还过不好 那如果我是你丈夫的话 那我就会做出选择呀 你要不照顾我的话 我会选择让你离开 或者我离开 张老师 她刚才有前提 复婚就是为房子 好 那我们就说是为房子 没有感情 因为能感觉得出来 你对你先生 不但是没有感情的 还是有恨意的 能感觉得出来 就是她现在其实是 眼睁睁看着她先生 现实报 很残忍 非常残忍 您当时是为了这套房 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 您希望有一个安全感 可以理解 但是这个世界上 有免费的 您如果是奔着人家的房来 您不得想想 您选择了 拿一个婚姻套住自己 得到财产 您得拿出点什么东西 来换呀 我觉得您换没换呀 有没有拿出来代价呀 我觉得代价太大了 就失去了一个正常的心态 失去了一个做人 应该有温度的心态 而这些东西 对你女儿伤害巨大 这就是你的代价 我已经付出代价了 把她孩子带大了 对 房子装修了 孩子我带大了 我已经付出了 但你对你这个丈夫 没有付出 他不给我付出 我为什么要给他付出呢 您刚才说了 您是奔房子来的 对呀 房子里得到呀 得到了 所以这不就是 他的代价吗 那他就只付这点责任吗 你还想要什么呀 他又不管我 我为什么要管他呢 是不是这 他要尽义务 不光是房子的义务吧 孩子赡养的义务 是不是应该也得尽到 当然了 那他没有尽到啊 所以我觉得 我们俩已经互不相当了 梁女士表示 自己再也不想和丈夫 有任何瓜葛 她的想法 遭到了调解专家的批评 但仅仅是批评 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吗 您要求的 您和他当时 针对复婚的这件事 各自的诉求是什么 您清楚吗 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怎么知道什么意思 你来回答 我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的问题很直白呀 对呀 就是为了这个房子呀 对他造成什么表态的 说这个房子以后 怎么处理 有说过 你毛不着眼 你根本 你也不理你 你是为了房子 他是为了什么呀 那我就不知道 他为了想送掉一半房子 是吗 不知道 那我就不知道 你把自己嫁给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对你 怀着什么样的心思 你不想知道是吗 你觉得你对你自己 负责任吗 您知道您现在 在这表达的 和您自己说的 是不一样的 您说 我就冲着房子 我才跟他付着婚 然后付了婚了 房子您也住上了 然后你就说 他又不关心我和孩子 予取予求的 没完没了 到底当时是怎么说的 是您急于想奔一房子 他急于想送掉一半的房子 然后什么都不要 由着你 让把他变成一丧家犬 是这样吗 我没想着这样 所以他为什么要跟你复婚 你知道吗 他想从你得到什么呀 您想得到 您得到了 他想得到 他得没得到啊 你们是不是真正的 又成就了一个婚姻啊 您是不是真的想要 跟一个男人好好过日子 才回来的呀 这些您都得想想 自己日子过得不好 肯定不是一个人的原因 你把所有责任 都推到他身上 对您现实的生活 没有帮助 你的婆婆 她的母亲 现在身体也不好 照顾不了她了 她姐姐也照顾不了她了 现在只剩下你 还有她的女儿 你是什么态度 你得有个态度 你选择接纳她 还是 那就走法院 法院判个我 一层左右我认了 你选择离婚 对 然后分割财产 对 如果说这房子 没有我的 那我就认了 您的意思就是说 您不照顾她 对 不管 虽然嘉宾们百般劝解 但梁女士依然坚持 对丈夫 她不会再负任何责任 好像我们记者 在采访您的时候 您也透露过一个信息 就说当初这房子装修 是你花的钱 如果你要离开 好像把这个钱给你 补偿给你 对呀 你提过这么一个要求 孩子抚养费得给我 这么多年没给过我 还有孩子的抚养费 对呀 从三岁开始 他就不管我们 也不过钱 都核算一下 对呀 如果你满意的话 你就可以离开 对 那一年怎么也得 十万块钱吧 从十八十岁 就说不算 从三岁 他就不管我们了 是不是 现在多少年了 还是现在多大 二十三 调节现场 梁女士提出了 一个解决方案 如果丈夫可以补偿 多年来孩子的抚养费 她可以带着孩子 离开现在居住的房子 那三十九九年 对不对 那三岁开始 不给生活费了 那会儿你们在婚姻内 你刚才说了 你零六年离得婚 那你在婚姻内 不存在谁要给 谁怎么样 作为法定义务 如果你离了婚以后 孩子协议由你来抚养 他不给生活费 那他的确在法律上 你可以向他追讨 但是追讨 不是孩子成年以后 不追讨 当时就应该追讨 你现在要恐怕 法律就不支持 而且就是离婚那段时间 需要付抚养费 是 你说道义上 那他愿意作为补偿 因为毕竟你付出更多 那是另当别论 我希望你把这个道义上的事 和法律上的事分清楚 那么至于装修的费用多少 如果你们能达成一致 那是一个结果 不能达成一致 也有其他处理办法 对于梁女士 所提出的赡养费问题 陈旭律师给出了相应的解答 那么对于落在儿子名下的 这处房子 母亲是什么态度呢 您觉得302这个房子 从您个人认为 有儿媳妇的吗 三层那个 三层那个 那我不懂 还有一个事 就是据我们记者了解 就是您这两套房 下来以后 是儿媳妇给花钱装修的 对 他说要不给他这个房子 至少装修的钱给他 这个事您知道吗 不知道 不知道 如果他这么提出来 您是怎么看的呢 我说行吗 我妈不会说 我说 你说 那这装修费有苦吗 说 得有票据 对 你这意思 如果说有票据 说要多少钱 你给他 让他走 你是这意思吗 我没说这 我压根我就不说压根走 就说人家也想走 我不会他那是气话 他要真走 合理的 合理的装修费 他要让他走 合理的装修费 就给他 给他 您儿子现在目前这个状况 您有什么计划吗 他有媳妇 有孩子呀 交给他们 是啊 那这个媳妇又不答应 是吧 那要不就找您这地方来 您是只想让他搬走 还是说 他搬回 他名下的房 对 然后他老婆还得 冲着你们俩发誓 说我一定好好照顾他 是哪个 对 不用给我们发誓 他就照顾他 因为刚才你妈妈说的是 只要有人照顾他就行了 但是你们其实非常明确的知道 他老婆不照顾他吗 不是啊 那我也干不了 因为实际上 你们能做到的 现在啊 就是只是把他赶出去了 就是他得从我们 住的这地方搬走 你们没有权利要求 他老婆在你面前发誓 说我一定好好帮助他 对吗 因为那其实是他们夫妻关系的事情 是吗 对 所以是不是你们两个人 只要他搬走了 就可以了 我们今天只要做到这一步就可以了 是吗 那不是他搬他哪 他有房 他搬他哪 让他媳妇找过去 没有别的要求了 是吗 他还能找过他 姐姐范女士告诉我们 就在调解的前几天 弟弟提出了一个问题 让自己彻底寒心了 这二年了 一年他给我算一回账 一年他给我算一回账 因为你拿着他就卡的 他老说他那个 他这钱没花那么多 瞧病 老怀疑你 老怀疑我 你也不愿意担这事了 我能花他的钱吗 您说 就他那样了 都 姐姐表示 弟弟的态度 让自己感到很不是滋味 如今 自己也再不愿意 管弟弟的事了 那么 对于自己的状况 弟弟范先生 有什么计划呢 现在还透西去吗 透啊 隔一天去一天 谁带你去啊 现在我打车呀 原来是谁带你去啊 原来是我姐 你姐姐 还有我媳妇 你媳妇也管你是吧 后来就不管了 没管东西就不管了 从什么时候不管的 18年一直没管 她是7年管着 17年管着 我就不知道 为什么不管 现在不离婚了 这是房子 都是你们两个人的 是吧 这不是 不是 这不是 这是谁的呀 这是组一产患的 你认为是谁的 我认为 应该是老子的 你要离婚呢 怎么办呀 离婚就走人 走人 这是李强王 那李照顾你怎么办呀 照顾我 这房子就应该是他的 把我照好了 刺我死 这房子应该就是他了 三千块钱是吧 对 够看病的吗 够 够了 看病够 有存款吗 存款没有 没有 还有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跟妻子有矛盾 你不想解决这个矛盾吗 想解决呀 比如是离婚啊 或者是 再离婚 那你这种婚姻 你保持这种婚姻 有什么意义呢 对你来说 我再离婚 谁管我呀 你不离婚 不是他也不管你吗 不是看孩子面前吗 孩子现在是 他跟老 老跟着他 跟着他打游会 那个孩子 你不想选择离婚 对 那你觉得这件事 怎么解决好啊 你看啊 老妈这儿 包括姐姐态度 你应该都听明白了 她不希望 你再住在母亲家里 因为对母亲生活 也有很大影响 而你自己家里 按你刚才的描述 你又似乎回不去 回去了也是没人照顾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你到我们这儿来 你有什么诉求啊 我让你救生人们 让他好好照顾我 那这种事 你的愿望是让他好好照顾 对 这里有两个问题 你可以表达你这样的意愿 另外一方面 刚才像毕老师说的 既然我们有求于人 那是不是应该姿态低一些 要拜托人家 要对人说些好话 第二个问题 即便如此 你们积怨颇深 也不是一天两天造成今天这个矛盾 你觉得在你说好话 姿态已经很低了 咱用老百姓的话说了 我求你了 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情分上 看在我现在身体这个状况上 你能不能照顾照顾我 即便你说了这些软话 人家还不照顾你怎么办 你考虑过吗 似乎也有了一个后备方案 那就是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 然后雇一个保姆来照顾自己 你看这姐姐照顾您 您有没有表达过感谢 二年了都没说过 在这边挂上我 我心里是感谢 那你心里感谢 那你也得适当表达一句 对不对 没必要打这句话老在嘴边挂上 没说老在嘴边 你也没有 没有表达过 有没有说过一次呢 说过 说过是吧 没有 他没说过 范家的问题 今天在节目现场能否得到解决 夫妻之间能否取得原谅 姐弟之间又能否重拾手足之情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之 谁来照顾我 下集